2020年夏绿首次在美丽的菊岛演出 获得了嘉评不断 但在严峻的疫情期间 夏绿继续为李岛的好朋友献上了多元 并且据国际水准的音乐饗宴 2021年原本计划在访菊岛 但无奈疫情严峻被迫取消 今年2020年 县政府、县议会以及热心单位全力的协助之下 昨天晚上在菊岛演艺厅与大家再次相遇 在疫情期间带来了许多安定人心的力量 现场座无虚席 文化局长洪栋林等来宾也到场聆听 我们非常高兴 夏绿菊岛音乐节 能够在澳湖的演艺厅来 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音乐会 那这个要非常感谢乐团的吴婷玉老师 以及谭正老师 各位老师的一个合作办法 那另外还有 这个Professor Vaseline Praxchow 教授的一个棒 那今天这场演唱会 今天这个音乐会呢 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在此之前呢 演艺厅应该是进入了承秀的一个骑程 但是为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呢 我们特别把这个骑程在演后 来欢迎这场盛会 这场盛会呢 是来自于许多热爱乐朋友的一个共同支持 这场盛会呢 这场盛会呢 有钱国家交响乐团 乐团首席吴婷玉担任音乐总监 特别聘请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 乐团首席费瑟琳 担任本团客座总监 并汇集了国内三大交响乐团 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等弦乐各声部首席 以及国内外解除优秀音乐家所组成 每年暑假利用各乐团 档期的空档将美丽的音乐 带到了台湾各个角落 昨晚在演艺厅表演的各项曲目 让观众朋友是听得如痴如醉 文字幕志愿者 王海龙报道 如果您您有读何闻 的按钮 您的意思 您的意思